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來到2020年的最後一天 都仍然是繼續有猛料爆出 根據美國新聞網站Exeox的報導所說 特朗普總統在這個月中的時候 就曾經收到過情報 指出中國是企圖在阿富汗 向一個非國家組織提供費用 資助他們去攻擊住阿富汗的美軍 這件事的指控當然是相當嚴重 究竟這項情報還有什麼內容呢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Exeox的報導所說 特朗普總統收到的這份情報 就已經包含在12月17日的總統簡報當中 當時是由國家安全顧問 奧布萊恩 向總統口頭通報了這件事 而有兩名美國政府高層人士 向Exeox透露 說有多個情報機構的官員 目前正在努力 確認這項情報的真確性 而中國駐美大使館 仍然未對這個消息作出任何回應 據報特朗普沒有跟習近平討論過這件事 目前仍然不清楚 這項情報 有沒有向任何國會議員 或者向拜登的所謂過渡團隊通報 Exeox的這篇報導還提到 如果這項情報得到核實的時候 將會是代表中國的重大戰略轉變 並且會為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急劇升溫 但若然這項情報不能夠證明屬實 就會引起民眾對於情報來源動機的質疑 長期以來 中國在阿富汗扮演著一種和事佬的外交角色 還曾經邀請過塔利班人員 到北京討論和平協議的計劃 而北京方面也有鼓勵阿富汗當局 盡早尋求一個解決辦法 儘管之前曾經被人發現 有中國製造的武器和資金 時常都流入到阿富汗政府的敵對勢力 消息人士還向Exeox提到 說不會描述這項情報的來源 亦都不會透露收到這項情報的時間或地點 這名消息人士還提到 說美國有證據表明 大陸是試圖通過提供財政誘因 來去資助一個阿富汗的非國家組織 對美軍進行襲擊 而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在調查整件事 但他就不會在這個時間 說這個非國家組織是塔利班還是不是 最後這名消息人士就說到 說這項情報發生在今年2月下旬 當美國和塔利班達成和平協議之後的某個時間發生 在這項協議達成之後 在阿富汗再沒有任何美軍 因為戰鬥出現傷亡 以上就是Axios那篇報導的內容 究竟為這項情報是堅定留的 實情美國當局仍然在調查當中 如果是留的時候當然好地地 當沒事發生 如果是堅定的時候 很大劑 因為指控是非常嚴重 大陸資助一個非國家組織去 攻擊美軍 究竟這是堅定留呢 當然 一定就是會查過水落石出的 問題就是 如果查到這項情報屬實的時候 究竟美國方面會採取什麼回應呢 因為這件事其實都很嚴重的 會不會先下手為強 又或者是尋求和平的辦法去解決 因為特朗普一向 都是崇尚和平的 你看見他到現在都沒有採取任何 軍事行動來解決選舉的爭議就知道了 在過去這三年多以來 特朗普一直都堅持 盡量不要來發生任何 大規模戰爭的行為 最多就是飛一些無人機 去伊朗 進行斬首式的 軍事行動 那些是非常精準的 完全不會相及平民的一條汗毛 那麼究竟美國政府是打算怎樣回應呢 我相信 起碼來講就要查一下 為究竟這項情報是堅定留的 當然在12月17日那個總統簡報當中 就已經是告訴了給特朗普 不過這一項的 匯報就通過口頭來講 我相信拜登的所謂過渡團隊都未必知道 因為 因為奧布萊恩是親口地告訴特朗普 但是拜登純粹是收到一份文字的簡報 他應該就沒有份來出席這一趟的 簡報的會議 始終他現在都不是總統 說起這一單未經證實的情報 就難免會令人聯想到 在兩三日之前 同樣在阿富汗發生的 另一件事 這是什麼事呢 根據印度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有阿富汗的外交官和安全官員曾經透露 阿富汗的國家安全局 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曾經在首都喀布爾 破獲一個中國的間諜小組 在事件當中有10名中國人 就被當局以涉及間諜活動和營運恐怖組織 被逮捕和拘留 根據印度媒體所說 就說這個在阿富汗活躍的中國間諜小組 就是和中國國家安全部有關 當然這就是印度媒體的指控 大陸方面就未曾對這件事作出回應 不過就算是有回應也好 相信 都是禮拜否認 阿富汗的一名高級外交官就提到 這次的事件 就是首次有中國公民 被指控在阿富汗從事間諜活動 而遭到逮捕 在那10名被捕的中國人當中 至少有兩人 跟恐怖組織哈卡尼網絡保持聯繫 這個組織其實就是塔利班其中一支的重要力量 根據阿富汗安全機構的內部研判就指出 原來這個中國間諜小組 就試圖在阿富汗建立一個 假冒的東土耳其斯坦運動組織 並且通過製造恐怖活動 就嫁禍給那些榮爾人權運動人士 當然這個研判是否真正 仍然是有待驗證的 那篇報道就是這樣說 好了 究竟這件事 又跟Exeox今天報導的那宗情報 有沒有關係呢 是不是被破獲了 這個所謂中國間諜組織有關呢 那就不知道 純粹難免會讓人聯想到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 某一種的關聯 因為這件事剛剛爆出了以後 那頭又說收到這一行的情報 那究竟兩者之間那些人士有沒有重疊呢 是不是已經被破獲了呢 那就真的要美國政府或者是相關的媒體 再有進一步的消息披露 才可以了解得到 當然這個消息 根據Exeox那篇報導所說 其實12月17日就已經知道了 那為什麼選到在31日才曝光呢 在那個時間點上 就有多少考核 昨晚中歐就剛剛就著這個投資協定 達成了共識 完成了整個談判過程 這一頭 馬上就傳出了這件事 又是關阿富汗事 到底關不關新疆事就不知道 但反正也是關阿富汗事 無非就是向歐盟打臉 歐盟又說到怎樣關注新疆人權問題 諸如此類的事 剛剛才在阿富汗破獲到這些 歐盟只是用口來關注人權問題 行動上根本就是想發大財 證明得到是偽善 最後又想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利 今天就去到這個 喬治亞州的州議會 又是作供 他就在這個議會上作出了一個嚴正的呼籲 他就呼籲喬治亞州的所有州議員要馬上作出一個行動 就是要按照美國憲法賦予給州議會的權利 收回對於選舉人的任命權 到底那些州議員肯不肯聽他說呢 我相信 有些人會肯聽 但是你也必須要有一個過半數人聽他說 但是大家知道 內何就是有些人 不知道是被收買了 或是有把柄被握手 還是不妥特朗普 私怨蒙蔽雙眼 不知道 總之各種原因 他們就是不願意來做任何的行動 其實在這次的聽證會上 有一位專家證人的作供 值得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他就聲稱 曾經是測試過一件事 就是在喬治亞州富爾頓縣的一個投票站 他就想試圖 hack進入投票機的系統當中 結果他是成功的 那意味著什麼 這個投票機系統根本就是連上互聯網 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照計所有的投票機都應該是離線運作的 你不應該是連接了互聯網上 因為你一連網的時候 就有機會被人操弄 有機會被人控制了 有機會出現作弊的情況 但是偏偏這位的 專家證人 他就說在當日 是試過做 自己親自去做黑客 叫做上陣 他不是為了破壞的系統 他嘗試是想做測試 結果他的測試 成功 是黑了進去的 你說代表著你什麼呢 是不是 你說那些州議員聽完他的 專家證人的作弓之後 是不是應該是做相應的事 但是我就不予厚望了 老實說 因為這件事 先後都已經喊了一個多兩個月了 內何就是有些州議員仍然都是無動於衷的 大家聽過都知道有這件事 老實說 你說有關證據的事 就算是一般民眾也知道不少 更何況作為一些州議員 到底他們會不會當機立斷 希望會啦 希望上帝會賜予他們勇氣和智慧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